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收听胡言乱语聊动漫的最新系列 我是胡言乱语杰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一部非常经典的校园恋爱旧翻 那先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是讲这个主题 因为我现在目前还在重新的翻五等分的漫画 那因为要做接下来的二奶人物制 三九人物制 四页人物制以及五页人物制的部分 那目前是在斟酌在二奶的部分 那因为我习惯性是会一直反复看一部作品 然后在指定人物上下功夫的 所以说我现在很努力的重看 五等分的新娘的漫画 那目前是看第六遍了吧 总次数是第六遍 那斟酌在二奶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下面才看第一遍而已 所以说其实我应该不会太快出二奶的人物制 因为我觉得其实二奶这个角色也蛮有意思的 虽然说东西不太多但转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当中看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因此可能这两个礼拜都不会是五等分的人物制的部分 人物制要到下下个礼拜 等我确定准备好所有东西之后呢 我们再来聊 毕竟人物制是要给大家产生共鸣跟认同感的 以及让人家可以更深入了解这个角色的 也许我会漏看很多地方 但我希望还是能够做出一些比较详尽的解说 甚至是比较详尽的引导大家了解到这个人物 好因此呢 我们今天就来稍微的用吉他题材来跟大家聊聊吧 那因为今天也是五稿演出 所以说可能会有些鬼打墙 可能会有些思绪不清楚 可能会有一些漏讲 那没关系 只要你有任何想法任何意见 任何想讨论的点 欢迎下方留言 不管是指点我的错误 或者是跟大家讨论剧情内容 我觉得都可以的 那今天呢 我们来推荐一部 校园恋爱始祖翻 那这一部呢 也是丁公病的起源 那就是我们的Tiger and Dragon 虎与龙这个作品 那有很多人都叫他龙与虎啦 所以说我觉得 虎与龙跟龙与虎就不用太纠结了 那这一部番呢 是在2008年的时候推出的 台湾的部分 小说是由角川所发行的 那这一部作品说实在的 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我2008年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入坑动漫的 那我也是最近才把虎与龙这个经典作品追完的 不得不说 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作品 因为画风其实有点旧 而且其实三个女主 我都不是到太喜欢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很排斥虎与龙这个作品的 但不得不说 在追完之后 我确实看到了当中的感动 以及这部作品的好看的点 那我目前还在尽量推坑别人入这个作品 但是很多人都因为画风被劝退了 那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太接受他的画风 毕竟是比较旧的作品 画风也是比较旧型的画风 所以说呢 当初我确实也是花了一番苦心 最后才决定去追这部作品 那追了也确实没有让我后悔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聊聊这部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 之后再来聊一下故事大纲 首先本座男主角 高虚龙儿 高虚龙儿因为外形长得像不良少年 因此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但其实他个性认真负责 而且非常的有洁癖 超级喜欢做家务事 家中养着一只名叫小鹰的鹦鹉 然后是跟妈妈高虚太子一起生活 那在一开始 他是暗恋班上同学 也就是我们的杰姿史乃黎 那在后来因为跟 我们的Tiger 冯版大和合作 但是 却渐渐的喜欢上了大和 到最后结果 向大和求婚成功 并且也重新的 也不能说重新啊 并且也成功的在一起了 但最后大和离开了 他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 又回来了 那我不剧透太多 只跟大家大略提一下内容而已 所以也不用担心被爆到太多雷 我把主要大纲讲完而已 那再来我们的女主角 也就是我们的冯版大和 Tiger 那龙儿就是Dragon啦 那他的绰号叫掌中老虎 是个傲娇凶暴 任性霸道 毒蛇 然后又其实不是太坚强 有点脆弱又爱哭的冒失鬼 那身材娇小 是那种可爱罗莉型的 因此 大家都觉得可以把它捧在手中一样 所以就叫做掌中老虎 那他的家境其实算是富裕的 但是因为父母关系不好 后来老爸再娶 因此他跟老爸的关系不好 那当然 他老爸也是个 非常的烂人 非常烂的烂人 那如果想知道为什么 自己去追动画吧 我就不多说了 那因为本身是个貌私娘 而且对于家务能力基本上是零 所以都靠高虚荣儿家来照顾他 后来甚至把高虚荣儿家 几乎当成半个自己家了 那他一开始喜欢的是 同班的同学 北村幼座 因为自己曾经拒绝过他的告白 原因是太紧张了 那后来才发现 自己好像喜欢他 所以又准备跟龙儿合作 去追北村 那在最后的结果才发现 自己其实喜欢的人 是龙儿 那再来 截之史乃离 这是龙儿一开始 最初喜欢的人 也是 泰嘎的好朋友 那后来呢 因为发现 泰嘎其实喜欢 龙儿的 那 史乃离 最后自己就退出了 喜欢 龙儿的行列 把自己的心意 隐藏起来了 最后结果 成功的撮合了 泰嘎跟 龙儿 那北村右座是龙儿的好朋友 也是 大河一开始喜欢的人 那这个人呢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是蛮 可靠的一个人 那常常会语出惊人 而且也蛮活泼的 蛮有领导能力的 那 一开始喜欢大河 后来被大河甩掉了 然后 遇到了 学生会会长 后来喜欢上会长 结果会长 也把他甩掉了 那基本上来讲 他是算是本作当中 一个爱情线 蛮悲剧的一个人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正向跟他的乐观 确实感染了很多人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 雅美奖了 那雅美是北村的 青梅竹马 也是一个非常 会做表面功夫的双面人 但 他其实个性上 是非常的温和 以及非常的 善解人意的 只是不得不说 他确实是有点 太注重于 表面上的形象了 但最后也成功的被龙儿 引导了出他的 真实性格 那 本身也是喜欢龙儿的 但他始终没有 明确的表达出 自己的心意 而是选择让自己的感情 就这样沉沦下去了 好 那主要介绍完了 这五个主要人物 那再来我们来稍微的提一下 故事大纲 那故事大纲就是 看起来像不良少年的 高须龙儿 有一次意外的 拿 应该说 意外的 被放错情书 才让 Tiger 也就是我们的 缝版大和 闯入了高须龙儿的家 从此之后呢 他们两个就密谋 要互相为对方 攻略自己喜欢的人 那在合作之后呢 最后才双方 一直合作到最后 才赫然发现 原来 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 合作的双方 也发现 自己已经 离不开对方了 那 老实讲啦 这部厉害作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那2008年的作品 能有这样的呈现 也真的是非常厉害 最重要的是 这部作品 是由现在的 作品崩坏王 JC社所制作的 那以 JC社那时候的功力来说 真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部作品 能够被誉为经典 而且算是 校园恋爱般的 初始鼻祖 经典中的经典 个人认为 它是当之无愧的 不仅内容确实 铺成的很好 日常中夹杂的笑料 笑料中却又夹杂着 一丝年少轻狂的恋爱青涩 而且也讲述了很多 其实关于亲情 以及友情的部分 甚至在最后 关于面对自我 以及勇于成长自己的部分 都有非常详尽的描写 而整个影片中 也埋了很多彩蛋 只是看你有没有抓到而已 那至于这个编剧 埋的彩蛋 其实都有点难抓啦 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抓到 也不用太紧张 好那因为其实这部作品 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 但我希望是 大家能够去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聊 因此我不会跟你提太多的点 那最后来稍微提一下 我喜欢哪个女主好了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 这部作品的时候 三个女主我都不喜欢 一个霸道傲娇毒蛇 但是却又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缝满大合 那以及有点中二病 但是却又有情有义的 史乃黎 跟虽然双面人又维持良好形象 有点心机的雅美 但是他的背地里却是最温柔 也是最懂得体贴别人的那一个 那其实这三个角色一开始我都不喜欢啦 但最后不得不说 如果不看现实面 单论角色形象是喜欢哪个动漫人物的话呢 其实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缝满大合的 毕竟 可爱型的角色 终究比较容易走入我的心中 那至于如果说以现实面来掺和来讲的话 老实讲啦 这部作品的三个女角 个人都不是太喜欢 但如果单纯看形象 以及看动画表现 角色形象呈现的话呢 个人最喜欢的是缝满大合的 其实在二四元中 我是蛮喜欢傲娇型的角色的 老实讲啦 但是我没选择二奶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摆在我面前的 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部2008年的老番 Tiger and Dragon 虎与龙 或称龙与虎 那这部经典不败的恋爱番 相信我 一定一定一定要去追一次 不管你能不能 接受它的画风 我都建议你 至少要耐着性子 看完一次 真的绝对不会感到后悔的 反而不看 才会感觉到 非常的后悔 好那今天的影片 播客就差不多都准备结束咯 我要去辛苦的 剪这支影片了 那因为 剪片的排程 以及一些时间相关的安排 所以今后 胡言乱语聊动漫系列 将从周日早上八点 改为周日晚上八点 进行首播 那如果时间有异动呢 会在IG或脸书上 另外进行公布 那这个通知会在影片一开始就先播出了 所以如果你没听到这则消息的人 影片一开始 也可以看到的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想跟我讨论的 想跟我聊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 一一回复你的 胡言乱语 天花乱坠 只为你的一次回眸 我是胡言乱语 杰 期待你的 下次见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